校长会让你不跟我认同 他讲说把你推到了另一点 你呢就努力的要跟上 所以呢你看到旧的呢是你可以控制的 我可以做旧的 旧的时候呢无需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一次他确实需要信心 但是呢此刻呢他无需再有这个新的信心了 所以呢我一定要懂得这个分别是非 有一段时间呢他确实呢是需要我摆上信心 有这一段时间呢我需要相信神在这个经济方面呢给我帮助 现在呢这是很规律化 无需我有新的信心 当我进入施工的不同阶段的时候呢我需要神呢帮助我呢帮助我呢帮助我成长的在信心里 他可以成为一个很熟悉的事呢你完全无需有新的信心 所以呢我如果要领受新的事呢我需要放开了以前旧的思想 我需要放下旧的思想 所以呢问题讲说呢是神要你放开哪些事情呢 神此刻呢要在你心里面呢成就这一段事情呢 明天我们开始呢我们这个二十一天的这个禁食祷告 你们当作以前的人去怕 你讲说我难道我二十一天不可以吃东西吗 你可以吃 但是不可以吃以前那么的多 我要鼓励大家 花点时间 然后呢可以进食了一餐 可能呢将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割上的 然后呢花时间在神那里 所以我们有时间呢把这些旧的事情呢放开了 然后领受神的新的事物 在我家中呢我的电视机呢要黑暗的二十一天 没有Instagram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救神 我需要放开了一些事情 所以当你呢有领受这个册子的时候 二十一天的册子 还有是那个这个手机的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挑战你呢写下 这些呢这个 今年的神要跟你说话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是我生命中要看到改变的地方 我们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 三个星期三呢我们会一起聚在一起祷告 然后呢那个三个星期六呢三个礼拜我们也是会一起祷告 所以星期三呢是在你各区 然后星期六呢是在当病人和猜错稿 我可以挑战大家吗 不要错失 不要错失 将你旧的这个习惯呢推开呢 然后呢让神做一个新的习惯在你生命当中 你讲说我星期天很忙 星期三呢吗 我要你呢不要以前想以前那么忙 把你的那个事情呢稍微的调动一下 然后呢 可能觉得说星期六我要睡久一点 但是呢我要鼓励你呢挪开你以前的方式呢再转换一下 我不懂你这样想法 但是今天呢我不想要只是进入一个新的一年 而是我要神呢在我生命里面呢做新的事情 所以因此呢我们整间教会呢一起呢 迈向新的一年 经过新的一年时候呢 是以祷告为主 你大家明白我说的话吗 大家跟着我吗 让我做一个结束 让我们邀请这个敬拜队前来 我要跟你分享三方面的我们可以为新的事物预备 这是以赛亚书呢五十四章讲说 这是以赛亚书呢五十四章讲说 以赛亚书呢五十四章讲说呢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 养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扩张你丈母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慢职 不要限制要防张你的身职 兼顾你的决职 听下这个话讲说 你们呢要扩张你丈母之地 要张大你居所的慢职 不要限制要放藏你的身职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比得多国伟业 又是光亮的城里 有人居住 我要为这个 马斯尼亚书中心的领受这个应许 我们呢会往各个方面的增长 然后呢我们会 许多的后裔 我的后裔呢会占领地国 你可以说Amen吗 这个以撒亚书讲说的是 耶路撒冷呢 他是讲说的一个预表 他们今天要新的事物 And he pictures them like a woman who is barren who is unable to have children 他把她的预表称为一个 为你成啊 这个为白的这个孩子 他无法生意 And he starts to give us a picture of what it looks like to prepare for God's new things 他是给我们一个了解的讲说 到我们预备这个事的时候呢 神是如何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功 He says Even though you've been barren I want you to begin to sing And rejoice right now 至于呢 你还是一个未有孩子的 但是呢 我依然要你养生办公 高声歌唱 Even though you have no children I want you to build a bigger house Because you're expecting many children 虽然你没有孩子 但是呢 我要你将你的所据所呢 更加的扩张 更加的张大 要为我们将来预备 And he starts to describe this scenario where new things are coming But we're going to start responding now Even before they come 所以他是讲说呢 描绘一个情况 他就说 事情还会发生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思想里面 也会将来的事情 做好了准备 He says I want to do a new thing in you But I don't want you to wait for the new thing I want you to prepare your heart right now 所以神是要跟你说 讲说呢 他要在你生命中成就新的事物 但是他不要你到那时才明白 而是此刻呢 你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And then this is how you step into the new 而呢 你就是这样的 如何的为自己呢 做好准备 Thre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in 在三方面呢 我们要预备自己 第一呢是在信心方面 在信心方面 这是我们的这个思想 我们要相信神 信靠神 Then we would begin to ask God Help me to trust your word 主啊帮助呢 是可以信靠你的话语 to believe in your promise 来啊相信你的应讯 He challenged us say, rejoice, prepare, let your faith come up 他挑战我们呢 要高声 欢呼高声 歌唱 那点信心呢 不断的提升 When God wants to do a new thing We need to respond With fresh faith 当神要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一个 需要一个新的信心呢 来对待 Fresh faith 一个新的信心 In this season I want to say God Would you restore my faith Where it's been stagnant 在这段季节里面 我们一起 当然 当神讲说 神啊 更新我的信心 Bring back that passion And belief That I would trust you For anything 带来这个证程呢 说主啊 我愿意呢 为着你呢 而相信任何的事情 Am I excited about the new thing 我是否为新的事 充满着证程 Is my spirit alive and rejoicing 我的灵呢 是否啊 跳跃着 是否欢喜着 Just wait and see 还是只是在那边 等着事情发生 That's another year We'll see how it goes 就是新的一年 我们看情况怎样 He says When I want to prepare For a new thing I need to repair my faith 但是神说 神的坏是否议 我们说 新的事情呢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准备 The second area we prepare The second area we prepare 一个方面呢 我们要做好准备呢 Is in sacrifice 是在我们的这个牺牲 In sacrifice 在牺牲上 This is not just our mindset But our commitment 不但是只是我们的思想 而是我们的这个维生 He goes Start to build a bigger tent 你需要呢 建筑更大的一个基础 Spread out your home 你要将你的屋子呢 更加的扩张 He says Spare no expense 他讲说呢 你不要有任何限制 And they're thinking But we have no children 但是他们心里想说 我根本没有而已 This doesn't make sense This kind of commitment This kind of sacrifice It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呢 是逻辑上呢 无法完全明白的 但是神依然要我这样做 He says I want you to prepare your heart You've got to see it in the spirit Before I show it to you In the natural 你需要呢 在灵里面呢 已经有这个预备了 一个明白 当我还没完全 真正让事情 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 This is where I I sacrifice I let go of old things So呢 这就是我在新生方面呢 我把旧的事情 都放开 Listen I let go of good things 我甚至需要放开 似乎好的事情 或是说 每件事情都是不好 而是呢 我要松开 放开了 以前的事情呢 来迎接 新的事物 在我生命里 For some it might be sacrificing some time in your life 有些人可能是 神要你在 时间方面呢 有做新的一个调整 可能我们当中 有些人呢 是神要你 为生 更多的一个 精神经历 我的心呢 是否能为神 新的事物 做好的准备呢 然后呢 进入他或神的 一个新的事物 当我有期待 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呢 我是很愿意 有牺牲的 I'm willing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我的愿意 完全地摆上 下个星期呢 是我们的乐意 奉献的主持 感谢神的 每个人呢 都捐献了 所以下个星期呢 我们俩一起聚在一起呢 然后有一个突破的 一个阻止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 在新生领域里面 神要成就新的事情 我们讲说神呢 我愿意成为 这个一部分 I'm willing to go beyond the ordinary 我愿意成为 考虑我自己本身的性 跨越我所熟悉的 and step into the new 然后呢 踏入这个新的事情 the last area that we prepare is not just faith and sacrifice but also in our passion 也是呢 在我们的这层上方面 in our passion 在我们的这层方面 this is my attitude 这是我的态度 this is my mindset 这是我的一个思维 new things bring new passion 一个新的事物呢 带来一个新的一个质诚 have you ever seen someone with a new car you can see someone with a new car and then a bird flies over 然后呢 有这个小鸟 飞过的时候 and leaves a little present 然后呢 送了一个礼物 and they run out 他们康盖跑出去 拿着那个手机 擦擦 but then have you ever seen the person with an old car you can see someone with an old car and it's like they just invite all the birds just come 他就讲说 鸟儿啊鸟儿 换你 it's fine ah 没问题 just make yourself at home 你们可以在那边 安静乐园 new things bring new passion 一个新的事物呢 带来新的质诚 come on 明白吗 and I need to prepare he says sing O Mary woman 我需要做准备 圣经讲说的 发声翻唱 let passion begin to come up 让质诚再次的被增长 if you've lost your passion 如果你失去了 原有的质诚 today is the day to get it back 今天呢 就是你重新的拿回 这个质诚的那一天 如果你的心态呢 是一个停止不前的 don't wait for something new to happen 不要跟在新的事物发生 right now God wants to prepare you 此刻呢 神要预备你 right now He wants to bring new faith 此刻呢 神要为你预备新的事物 a fresh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一个 啊 视野 and a new passion inside your heart 一个在你心里面的 一个新的质诚 that you would be excited about the places that God is bringing you into 你会为着神 所要带来新宿呢 而充满着这个 兴奋跟感动 some of you have felt lost and alone for so long inside of your life 我们当中 有些人呢 可能在心里面呢 很有失落感 you don't know Jesus and you don't have a savior in your heart 甚至呢 有些人不认识耶稣 不认完全的 接受耶稣 为你个人救主 so you need God to come and bring new life inside of you so that you can live with a new passion once again so you需要神呢 把这个新的生命 的大家的生命当中 你可以重新 活着新的生命 and if that's you in a moment I'm going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invite him inside of your heart 如果你有这个 的一个需要呢 等一下呢 我会做一个护照 然后呢 你可以 are we passionate about the things we haven't seen 我们呢 要对新的事物 有热忠 are we receptive division 我们是否对 这个新的意义呢 有一个回应呢 God's people are passionate 神的指名呢 是重拌着色彩的 she begins to sing she begins to rejoice 她高声欢出 欢唱高声欢呼 that means when you want to break through so you don't wait for the breakthrough to start praising God 你不要等到 突破的时候 你才赞美主 you can praise like your breakthrough is here already 你可以在此刻呢 还未经历 突破之前呢 已经高声赞美主了 come on if you believe me heu jesus and his life 话呢 还未经历 大美主 神呢 今天呢 有着 为了我们 预备新的生命 so you're here you've never invited Jesus into your heart so you 今天在这门当中 你从未接受 耶稣为个人 chue 我认为了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